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乐于享受 容易奢侈 浪费 依赖心中 好吃懒做 爱于享受 这种软是指非常的软而无力 没有弹性的软 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厚实而有弹性 但是偏软 表示这个人不但不会做事没有恒心 而且他会非常的有恒心 乐观积极 待人友善 能够跟周围的人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 而且能够容易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爱戴 这样的人有比较强的领悟力和适应力 在工作上是有比较大的成就 生活上是非常的安乐 如果说对方的手转按软而无力的话 那么容易身体不好 目前这个可能不景气 运势不稳定 如何知道弹性大小 可以按照轻轻的按一下什么 这个财福路三宫 这三宫 就是说这个水星丘和水星丘 木星丘和土星丘 这三个掌丘 也就是在十指下方 小指下方和中指下方 这三个掌丘如果是按一下反弹 比较有弹性 关键是看这个训工的卑微 训工如果是比较有弹性的话 如果是一个老的相识的话 一看就便知道有没有弹性 根本就不用手按 一看就知道 那么手硬的人 手掌硬直没有弹性 性情比较粗鲁 思想比较僵化 容易从事一些劳苦的沉重的工作 并且一生容易为钱财奔波劳碌 骨有长硬如铁奔波不歇之说 也就是说这种僵硬 比较僵硬的 看起来没有弹性的 没有肉的这种骨感比较强的这种手型 是容易出现这种奔波劳碌的特点 那么相学上说 男人手掌如棉是大跪的 手特别的软棉 容易钱财不断 清闲有闲 反而女子手要如干姜 如干姜的意思 不是说硬如铁 如干姜 首先有个特点 从手背来看 非常的有劲 而且手不是没有肉 而是有肉包裹的 但是略微有一点点青筋暴露 这种叫手如干姜 好了 有关手的软硬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吨栅兰